临线一坛 扯铃腾空飞骑 刷起扯铃 同学展现两把刷子 这里是苗栗县造球国中 校龄53年 少子化又地处偏远 小校转为积极发展特色 争取外界关注 我觉得就是至少学校不能看起来太颇旧 如果太颇旧 家长把小孩子送来学校 可能也会觉得学校的资源方面不够 然而说到底 要让家长接送孩子来读书 还是得回归硬体跟师资层面 现今的教学大楼光鲜亮丽 但其实不久前 师生们都经历一段教室黑暗期 墙壁军裂 地板连接处裂了一道大缝 更严重的是教室下线倾斜 搞得大家上课时心神不宁 我有发现就是学生他摆放在地板上面的球 他会往门口的地方滚 可能会有人被裂缝绊倒或是一些漏水 都是满场发生的 学校未处于山坡地 有地层下线的问题 所以导致走廊有倾斜 梁柱有军烈的情形 经过专家鉴定 学校大楼结构濒临危险 建议拆除重建 苗栗县政府也拨出上千万元预算对外发包 却面临了无人投标的窘境 正当卡在流标的问题上 事情就迎来转机 所以我们就透过县政府 行文给慈激基金会 那请求援助协助 原来慈激基金会针对危险校舍 推出两项原件计划 希望工程以及减灾希望工程 造桥国中透过减灾希望工程计划 取得重建经费 慈激的希望工程 大家比较熟悉的原起是来自于 我们921大地震 除了民房倒塌以外 那学校倒塌的数量也非常惊人 921大地震 地牛翻身 毁了许多校舍 慈激基金会启动希望工程 援建了南投 台中等四个县市 共51所学校 总经费达90亿8573万元 动员慈激之工23万人次 减灾希望工程则源起于 莫拉克台风之后 属于预防性的原件计划 上人一个一个很重要的 给我们大家一个启示说 不要等到像921大地震等等之类的 灾害发生了我们再帮忙 来到南台湾的屏东县 抬头望去 群山缭绕 都是高态国中的学区 学生大多是原住民 音乐跟体育 学校发展重点 第六节的下课中响起 体育班的学生动起来 搭上校车 准备前往棒球场 身穿一号球服 林冠明是棒球队里的模范生 他有一个国手梦 未来就先考品种吧 灰汗三个小时 练习结束 天已经黑了 大伙有说有笑 回到宿舍准备开饭 林冠明从小的梦想就是棒球 加上家又住得远 他从小学开始就加入棒球队 还要住校 不住宿的话 请问你来学校要怎么来 坐公车吧 坐到屏东车站 然后再转站 再坐到高速 两小时半吧 常年的住校生活 宿舍就像他的第二个家 因为国小就住宿过 所以就习惯这样子 现在的宿舍是在2016年才完工 旧宿舍因为屋龄超过50年 加上巴巴风灾 学校淹大水被淤泥覆盖 拆除重建 旧宅后面又盖了一栋 属于高泰国中自己的宿舍 高泰国中的宿舍 也是现在全屏东最好的一间宿舍 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八个人一间 然后每一间都是套房 靠着减灾希望工程 新宿舍一并诞生 一楼是教室兼餐厅 一旁还有同学们最爱的重训室 你觉得这个宿舍 让你最满意的一个设备 重训室 尽管是体育生 晚上的同学们都要参加晚自习 教练说国中的孩子 人生的路还长 成绩也不能落下 不要说因为他们是体育班 那他们也是一般 慢慢地不要说 离一般身离太远 晚上八点半之后 就是自由时间 因为是套房 学生们不用排队洗澡 宿舍里多了轻松气氛 你就住高速啊 对 那你应该本来是 可以不用住校的 对啊 那你为什么会来住 我不想住在家 是你不想 还是你父母不想 你住在家 我不想住在家 欢笑 友情 从孩子们的身上 看到台湾体育的未来 偏乡小校 宿舍里的黄金岁月 成为富裕棒球梦想的摇篮 那您不想住在家 黑衣呀 我先去教育吧 谢谢观看